怪不得男孩子喜欢玩遥控坦克呢 利用履带前进还能控制它360度旋转呢 这也太酷了吧 重点是咱们可以自己动手来组装坦克哦 它是模块化的组装方式 材料和工具都配齐了 只要跟着说明书一步一步安装就行 用的是木制的材料可以放心玩 组装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以前咱们玩遥控车的时候 不知道它是什么原理才会转弯动起来 通过亲自动手组装这辆坦克 就能了解到它是利用了无线电的 传播和接收技术来实现的 通过控制它的两个马达来实现一系列的动作 平时生活中打电话上网都会用到类似的技术 组装好接收模块以后呢 咱们就要把这些齿轮都给它装上去 以便带动这个坦克的履带 它的做工非常精细 履带也要一颗一颗的组装起来 制作的过程不仅能学到知识 更能锻炼动手能力哦 当孩子把坦克组装成功的那一刻 成就感那是满满的 这可比直接买玩具那要开心多了 组装好发射器也就是遥控器之后呢 测试一下确保它能动就可以进行上色了 我觉得迷彩会和坦克更配哦 一起来看一看涂完颜色以后的效果吧 这也太酷了吧 作为一辆遥控坦克 当然是可以遥控操作的 前进后退转弯原地旋转都可以 对了坦克用的充电遥控器用的电池 如果你也喜欢 就一起来做一辆遥控坦克吧 进行农场